谢谢 岳千玲 你是岳千玲吧 你跟顾寻 是不是 青年了 谁说不是呢 你跟顾寻是不是同事啊 我是想问 顾寻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 我想追她 这次你这情地长得还挺好看 走走走走 你长得就是挺漂亮的 那个其实我跟她不太熟 她这个人挺高愣的 这样啊 那我只能直接去跟她告白了 完蛋了 万一真被她抢先告白了 我怎么办 告白 对啊 我真的特别喜欢她 我现在就想跟她告白 等等等等 你看啊是这样的 我虽然跟她不太熟 但是呢 也是比一般人要了解她的 嗯 她呢喜欢 打游戏打得溜的女生 你想啊 她是在游戏公司工作的 那自然喜欢 打游戏打得厉害的女生 反正只要游戏打得好 什么爆粗口啊 骂脏话啊 杀疯了呀都可以 这样吗 嗯 而且啊她还喜欢 性格直率 大大咧咧 泼辣 最好就是有点脑洞 哦 搞笑的也可以 这么骗人不会遭报应吧 不管了不管了 男神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啊 哎呀 她是男神嘛 当然会和别人不一样啊 反正呢 我在公司试过几回 挺有用的 老天爷 我说的都是反话 别批我 真的管用吗 嗯 当然管用啊 哎 就是我这个人本人 性格呢 是比较文静的 但是呢 她不吃这一套 没有办法 我就昧着自己的良心 让自己豪放起来 结果她马上就注意到我了 哦 不过我要事先声明 我纯粹是因为工作 才这么做的啊 我本人 对她没有任何一点点 丝毫的感情 嗯 原来是这样啊 嗯 那我还是准备好了 再去找她吧 嗯 加油哦 男人嘛 都是很好混沌 过去也不例外 那你好好准备 祝你告白成功 原来她一直都是假装的 谢谢你 拜拜 过许 你有 女朋友吗 你有 其实我 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 有机会吗 我 不太了解我 那我们可以先做朋友 然后 我不习惯你 现在不习惯你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 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泪姐 侧爱应许之地 多想你可以给我沉溺着回忆的心 两个世界的你 一直在我心里 带着我的回忆 寻找着你 在无边吃鸡 我在等待着 求解你的心 如果你可以感应是我 哎呀一个大男人 你不帮人家拿东西 在这当导盲犬啊 哎呦现在的男人呢 从白天抓到晚上 顾心太一样了 一般电视剧里这种情况 都要大雨飘泼 额毛大雪才叫虐好不好 好像真的打来了 顾总 江总她同意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随时可以 好 我想先喝点水 刘契灵 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们马上到家了 哎呀 她还要跟你回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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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发小啊 跟她回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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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家出哪儿啊 跟奶的拿那个一块呢 你们 爱得近吗 嗯 挺近的 男的女的啊 哪儿回家呀 啊 这么晚还有外边去 你也回我呀 回家 你还 还 还爱我不 这样吧 你打给她 让她安心一点啊 视频 嗯 好可爱啊 干嘛呢 哎 哎 不知道啊 哎 哎 你看出来啊 我人生的狼狂瞬间 为什么总是能被顾许撞见 顾许 顾许 你的这个 校卡掉了 我们要不要 加一个微信啊 同学 这 这 我的校卡 我叫顾小鹏 方便加个微信了 啊 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啊 嗯 男 男朋友 你换女朋友了 我 啊 你这俩下爆头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倒是极强 哎呦 蒋总正话听着伤害性不大 污辱性倒是极强啊 这不是有些你那个 火爆的样子啊 倒是想像一个人啊 海千玲 佳花 我问你啊 如果一个人 他平时对你不冷不热的 但是关键时刻却很护着你 你说 他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 洗完就去告白啊 你猜这儿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告白 来 过许 其实我 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你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 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没有 是哪个不开眼的七五门小达花 明天我去打死他 你们去东宁大学 滨江校区 找一个叫顾徐能人 给我看死他 好嘞 我知道了 叫顾 顾 顾徐 顾徐 那边来人了 不好意思 不是 我说你没看 对 那以后你俩就是邻居了 白天刚和顾徐说完再无交集 晚上就成了冤种邻居 现在我的空前遥控器还坏了 太惨 那就 借一个 大晚上的我找谁借啊 邻 邻居 霍丁 霍丁 这么巧 月千玲 我的电话号是 你喜欢这儿小麻花啊 不过小麻花就是月千玲 月千玲就是小麻花 喜欢月千玲等于喜欢小麻花 喜欢小麻花等于喜欢月千玲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呀